那下面我们继续来学习第八章 腹膜网膜腹膜后间隙的相关疾病 那其实在前面我们就说到了腹膜后的血种 对不对 这次来详细的在这个点上面做个补充 那么关于腹膜后疾病啊 其实可以考很多啊 也就是说人体有一个腹膜腔 对不对 人体有腹膜腔 腹膜腔就是由B层腹膜和脏层腹膜围成的一个间隙 就叫做腹膜腔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腹膜网膜腹膜后的疾病要求掌握哪些内容 急性腹膜炎牙动反跳动肌紧张 不用说了 很简单的一个内容 结合性腹膜炎由结合分支杆菌引起了特性的感染 如果把它说的再简单一点 其实就是结合分支杆菌长在了腹膜上面 所以我一般形象把它称之为腹膜杰合 腹膜浓肿 考试经常会考到 阁下浓肿 长肩浓肿 盆腔 像去年考试考到了盆腔都 也考到了阁下浓肿 原发性腹膜肿瘤 大网膜的疾病 包括大网膜的囊肿 长细膜的疾病 长细膜的血肿 长细膜的损伤 腹膜后疾病 我们都要进行掌握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 原体的腹膜腔 B层腹膜 盆格 后腹膜 如果包扰一些脏器 这叫腹膜内位器官 好 包扰了肝脏 这叫做什么呀 脏层腹膜 那么脏壁层腹膜之间 围成的这个间隙 这就叫做腹膜腔 腹膜腔正常 由50到100毫升液体 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人的脊柱 这是竖脊肌 腰大肌 这是人的肾脏 好 这是壁层腹膜 侧腹膜 后腹膜 那么一线是属于腹膜后脏器 十二指伤腹膜后脏器 肾脏腹膜后脏器 是不是都在后腹膜的后方 所以叫做腹膜后的脏器 那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的 十二肠的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的损伤 那么气体在不在腹腔里面 不在 应该在哪里 应该在腹膜后 在这个周围 有气体 因为前面有一层阁 有一层膜 后腹膜挡住了 挡住了 那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其他的相关内容 相关内容 好 首先第一个那么就是腹膜炎 说到腹膜炎 说腹膜炎 大家应该非常清楚 那第一个点我们要说一下原发性腹膜炎和激发性腹膜炎 原发性腹膜炎 就是说腹膜自己发生的感染 那么实际的考试过程中 一般考的什么病比较多 肝因化 涨了腹水 自己的水感染了 有没有原因 有原因 一般激发于上感的病史 激发于上感的病史 这叫做原发性腹膜炎 好 我们再来说一下激发性腹膜炎 那么激发性腹膜炎 一定是基于其他的病变 比如说蓝尾炎 胆囊炎 所以说主要的致病菌 是什么菌 去年考试考到了 激发的主要是大肠 肝菌和艳养菌 为主的混合性感染 而原发性的 一般与上感有关 以及肺炎有关 那是溶血性炼秋菌为主 溶炼为主 那如果说腹膜炎 可能会引起腹膜内的积液 那么腹膜内的积液 到底什么颜色 指向什么疾病 这部分内容自学 其实不叫自学 应该叫做自顾 自我回顾 那么应该放在这里 第几遍 第三遍 最少是第三遍 对不对 那么在专业实践能力的基础班 讲过一次 在相关专业知识 讲过一次 在相关专业知识的冲刺班 讲过一次 再说到专业实践能力 第几次 他说应该是第四次了 对吧 好 第二我们来看一下 结合性肤膜炎 那么结合性肤膜炎 属于结合分支杆菌 引起的特异性的感染 好 我们来说一说 它到底特别在哪里 特别在 它是由结合分支杆菌 引起的 它的腹水 什么颜色 草绿色 草绿色 那说结合性腹膜炎 我形象的把它称之为 腹膜结合 也就是结合分支杆菌 长在了B层腹膜上 影响了膜的通透性 最后导致了腹腔内的积液 那么这液体什么性质 肾出液 改变了膜的通透性 导致肾水登桌 这叫做肾出液 那肾出液 草绿色 那么考试可能还会考到 也就是说 结合性的腹膜炎 它有什么特点吗 有特点 它的体征是什么特点 它的体征叫做 揉面感 叫做揉面感 揉面感 像揉面的感觉 一定要有点发韧 又叫做揉韧感 这是结合性的腹膜炎的特点 结合性腹膜炎特点 那么幼年考试 考到另外一个问题 说结合性腹膜炎 到底怎么来的 结合性腹膜炎从哪来的 结合性腹膜炎一般是什么 一般是长结合 直接向外侧浸润 影响到的B层腹膜 对不对 所以一般是由 肠结合 延企 那它有什么样的临床表现呢 那如果说到的临床表现 我觉得应该是两点 第一个是全身的 结合感染中毒症状 低热 倒汗 法力消瘦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讲到的 它的局部的症状 局部的症状 可以表现腹腔肌炎 可以出现腹部的 柔韧感 柔面感 这是一个特点 那么有一年考试考到了病理分型 虽然病理分型不常考 但是考出来 还有点小难度 小难度 那么结合性负面到底分成几型 第一型 粘连型 那么粘连型 就是粘连 一粘连就会形成什么 长症状 那还有什么型 肝烙型 肝烙型容易发生什么 容易发生肝烙型坏死 大家想想 它发生了肝烙 发生了坏死 最后容易导致什么 肠臂的弹性减弱 出现 出现 肠漏 肠穿孔 肠漏肠穿孔 好 下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非常重点的 另外的一个内容 那么就是腹腔脓 腹腔脓 其实腹腔脓 我们来学习 应该把盆腔脓 跟它夹在一起来学 这样才能学得比较全面 比较全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腹腔脓脓 考试要求掌握的 第一个内容 那么就是 隔下脓脓 隔下脓脓 好 这是隔肌 在这个部位有脓了 隔下脓脓 隔下脓脓脓有什么特点呢 一般来讲是 手术后以后 出现了脓肿刺激隔肌 出现了顽固性的额逆 并且 呼吸时 隔肌上下移动 会刺激到脓脓 出现 呼吸时疼痛 对不对 对 这是体验 这是体验 好 这是我们说的隔下脓脓 那么再来说一说 盆腔脓脓 如果积居的位置特别低 特别低 那就叫盆腔脓脓 盆腔脓脓有区别 如果是女人 前面是什么 前面是膀胱 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子宫 最后面是直肠 这是女同志 女同志的最低点 就是子宫直肠腺窃 子宫直肠腺窃 那这个部位有脓肿以后 向前刺激 刺激宫颈 刺激引道 向后方刺激直肠 表现为直肠刺激症状 那如果是男同志呢 男同志没有子宫 向前直接刺激膀胱 向后刺激直肠 这就是我们说 农肿引起的表现 农肿引起的表现 好 列成表格 列成表格放在这 那考试可能就会考到 说如果是阁下农肿 我们最主要的治疗方法是什么 前面考试考到了 筋脾穿刺 治管引流手术 微创 微创手术 超生定好胃 直接穿到阁下 这些穿到阁下 当然大家要记住 实际的工作中 这个一定要精准定位 因为曾经有一次 我在给病人穿阁下浓肿的时候 一不小心穿到了阁肌 因为在这个甘奶外科 大家都非常清楚 甘奶外科医生 都要自己会做超生 自己会做超生 发现这个位置有浓 那我们竞争的方向应该从这个方向进行穿刺 结果我那天竞争的角度有偏差 这样进行穿刺 穿刺到了阁肌 那穿刺到了阁肌 引起了出血 血胸 浓胸 所以说病人遭受了非常大的闯伤 把这个糗事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当然这个精疲穿刺绝对是我们的主要的方法 如果说这个浓肿位置不好穿 那么此时我们应该考虑的是 切开引流手术 也就是开放式手术 盆腔浓肿 多选择非手术治疗 抗生素 包括温盐水的灌肠 盆腔的理疗 逐渐促进这个浓肿的吸收 这是最主流的一个方法 如果说经过积极的保守治疗无效 可以选择女同志 已婚女同志经阴道后穷农穿刺 说为什么是经阴道后穷农 而不是其他的穷农呢 因为后穷农的位置最低 接着往下来 下一个内容 就是原发性的腹膜肿瘤 原发性的腹膜肿瘤 好 如果说考试考原发性的腹膜肿瘤 原发性腹膜肿瘤 大家知道腹膜肿瘤考核哪些点吗 听过吗 没听过 原发性腹膜肿瘤 比如说腹膜甲粘液流 腹膜甲粘液流 啥叫腹膜甲粘液 腹膜甲粘液是一个低度恶性的肿瘤 我们又把它称之为果冻腐 果冻腐 就相当于腹腔里面长了好多什么 果冻一样的物质 我们叫做果冻腐 这叫做甲粘液流 它是一个低度恶性 那说这个像果冻一样的东西 会刺激必须腹膜出现什么 柔面感 跟我们前面讲的解腐非常像 也是表现为柔面感 也是表现为柔面感 那这如何来治疗 既然说了它是低度恶性 有没有恶性程度 有 所以呢 应该选择手术 手术彻底清除 胶动量的物质 进行清除 老师那如果要有残留呢 要有残留的好 我们在这里面摆上一个管 向里面注入什么呀 浮尿密定 进行灌注化疗 进行灌注化疗 这是我们说到的腹膜 甲粘液流 那么还有一个叫做腹膜 肩脾肿瘤 简称就叫做肩脾瘤 肩脾瘤 那么这个腹膜肩脾瘤啊 一般来讲它都是弥漫的 弥漫的在腹膜上 密密麻麻长了很多 它长了很多 手术效果特别差 放化疗效果也不是很好 所以说这个病 大家就记住 育后差 手术放化疗效果都较差 都较差 那下面一个内容 就是大网膜疾病 大网膜疾病 老师大网膜你不是说了吗 就是这个猪身上 那个叫板油的东西 对呀 那就叫做大网膜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大网膜囊肿 大网膜囊肿 就是大网膜上面 长了好多囊肿 好多囊肿 囊肿什么颜色了 囊肿是水 水来看一下 这一部分 大网膜囊肿 大网膜囊肿 苏老师下一张图 你给我圈了一个圈 这是什么 这是气体 这是气体 气体是黑色的 那说囊肿在哪呢 囊肿在这里 囊肿挤压肠管 肠管位于腹腔的一个部位 这就叫做大网膜囊肿 但是大网膜囊肿 一般不容易发现 没有特别典型的症状 没有特别典型的症状 所以一般是什么 体检时发现 或者是外科医生 偶尔查体的时候 发现 发现 那怎么办 做手术啊 做手术切除 效果很好 这给大家显示的也是 大网膜囊肿 大网膜囊肿 那么关于大网膜的下一个疾病 就是大网膜粘廉综合征 大网膜粘廉综合征 好我们来看一下 胃肠道功能会发生紊乱 因为这个大网膜粘廉以后 限制了肠管的蠕动 可以出现什么 横结肠梗子 那还会出现什么 腹膜的前拉杆 前拉杆 当然这可考性并不强 可考性并不强 说大网膜粘廉综合征 怎么办 选择手术切除部分大网膜 因为大网膜有很多 切除一部分就可以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肠细膜疾病 肠细膜疾病 肠细膜可以长生 说老师大网膜和肠细膜不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 什么是肠细膜呢 我们拿横结肠为例 好来给大家画上一段 横结肠 画上一段横结肠 好这是横结肠 这是横结肠 我们来看一下 横结肠 这边为横结肠供血的 这个扇面样的东西 这叫做横结肠细膜 横结肠细膜 好上面是什么 上面是胃 上面是胃 胃下来 胃下来之后 和结肠之间 这个叫做胃结肠润带 胃结肠润带 包扰它 接着向下走行 形成铺不一样的东西 从结肠垂下来 那个叫做大网膜 叫做大网膜 有的学员就把这个大网膜 和这个肠细膜就分不清 就分不清 那我们现在讲的 不叫大网膜疾病 叫什么 叫做肠细膜疾病 叫做肠细膜疾病 大网膜到底是几层 大网膜是几层 大网膜是四层 大网膜是四层 好 从胃下来 从胃下来 几层 两层绕过结肠 再进行翻转 几层 四层 那肠细膜 来看一下 肠细膜这个部位 长成一个什么 肠细膜的囊种 肠细膜的囊种 肠细膜囊种 囊种大不大 囊种非常大 那么这个肠细膜囊种 有可能是先天性的 有可能是先天性的 那我们到底来怎么来治呢 选择手术 选择手术 那一般来讲 儿童长的是囊种 那成人可以长出来什么 成人可以长肿瘤 可以长肿瘤 一般来讲 没有明显的症状 除非是这个囊种 长得足够大 压迫了肠管 压迫了肠管 那肥格 那做手术到底怎么做 你就把这个大水流 给它摘除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要做手术 就选择囊种的摘除术 囊种做摘除 做摘除 朱老师你刚才讲了 如果是成人的话 就长成肿瘤了 成人要是长成肿瘤的话 我们就选择肿瘤 且除术 肿瘤且除术 腹膜后疾病 腹膜后疾病 腹膜后可以长腹膜后的肿瘤 腹膜后还可以出现 腹膜后的感染 还有腹膜后的出血 对不对 所以说出血 炎症和肿瘤 构成了我们要学习的 腹膜后疾病 腹膜后疾病 那好 首先来看一下 腹膜后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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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前两年考试 就考到了这个点 说腹膜后的感染 到底从哪可以延续到哪 主要以什么致病菌为多见 一般来讲 是腹筋腹腔内的脏器的炎症累积 那么腹腔内就是什么 大肠小肠 那么这肠块里面最多见的菌 什么菌 大肠 I细菌 所以说腹膜后的感染 最主要的致病菌 也就是大肠I细菌 大肠I细菌 那么它的临床表现 可以出现全身症状 也可以出现 也可以出现 什么表现 局部表现 局部表现 说的不准 这是脊柱 这是人的后腹膜 这是人的后腹膜 腹膜后的感染 是指这个间隙的感染 这个间隙的感染 上到阁 阁下 下到盆腔后方 盆腔后方 这个间隙非常大 这叫做腹膜后间隙 腹膜后间隙 所以来看脊柱 脊柱这有什么 有竖脊肌 前方是什么 前方是腰大肌 所以要特别注意 可以出现腰大肌刺激症 使宽关节区区内旋 区区内旋 那到底如何来治疗 积极处理原发病 原发病要小心 有可能是什么 有可能是12指肠的破裂 有可能是一线的损伤 那如果形成了腹膜后的脓肿呢 腹膜后的脓肿 已经形成了典型脓肢 我们要进行切开引流 那么有年考试考得到这个点 当然没有考得这么简单 是这样来考的 说腹膜后脓肿形成 如果B超定位失败 下一步我们应该如何 如果B超定位失败 进一步选择CT定位穿刺引流 如果通过简单的穿刺技术 不能搞定 可以选择切开引流 当然现在的话 我们都说非常精准 在CT定位下 CT定位下打好标记线 对吧 找好穿刺点 进针到指定的位置 抽出浓肿 然后顺利的置入导丝 然后撤除导管 再输入一个软的引流管 就可以了 对不对 也是这样 苏老师如果有时候管太细呢 如果管太细 那么聪明的外科医生 使用精疲肾静 足迹扩张管道 把它扩张的足够宽 以后下入一个粗的硅胶引流管 总之我们能用较小的床伤控制 绝对不用大的床伤去控制 好下面再来看一下 这个卡窝浓肿 卡窝浓肿 卡窝浓肿主要来看一下 它的致病菌 它的致病菌主要是什么 金黄色葡萄球菌 那为什么说这个卡窝浓肿 卡窝浓肿 跟前面我们讲到的 腹腔浓肿 阁下浓肿 喷腔肿不一样呢 因为它大多数来自于哪 来自于结合庸 血缘性的感染 那么结合庸的主要的致病菌 就是金黄色葡萄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那它位置在哪 卡窝在哪 位置在这 这是卡窝 所以在腹骨沟的上外方 上外方 甚至有的时候可以门及到波动感 那么只要形成农肿 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 又熟透了 应该进行 切开 引流 放农汁 这是我们讲到的腹膜后的感染 近几年考试的一个趋势 就特别喜欢考腹膜后的出血 和腹膜后的感染 肿瘤 出的相对较少 但记住 物极必反 也就是说 有两三年没有考腹膜后的肿瘤 那今年有可能会考 原发性腹膜后肿瘤 特点是什么 都长在腹膜后了 长得非常的快 腹膜后的间隙非常的大 可以影响到呼吸道 泌尿道 神经 可以出现影响神经 全身症状 这个都没有特点 特点我觉得应该在这里 这个点曾经考过 腹膜后肿瘤 恶性程度高 如果诊断 可以选择手术治疗 手术之后 因为它恶性程度高 极易复发 如果复发 恶性程度不是特别高的 仍然可以再做手术有效 考试就考了这句话 原话 说恶性程度不高者 再做手术 效果差 仍然可以选择再手术 效果也可以 这里面 就说这个淋巴流 因为腹膜后的也有淋巴组织 如果是腹膜后的 这个恶性淋巴流 我们首选的不是手术 应该是放疗 腹膜后纤维化 腹膜后纤维化 这个考点不重要 不重要 腹膜后纤维化 一般跟自信免疫有关 也就形成了免疫复合物 沉积 引起了纤维性的 粘连于硬化 可考性不强 那么有一年考试 考了一道A型题 考了这道题 也就是腹膜后纤维化 纤维黏黏硬化 这种压迫 压迫哪一个最主要呢 压迫 熟尿管 压迫熟尿管 75%到80% 3%到4% 会压迫 压迫的熟尿管 就会导致梗阻 熟尿梗阻上段 就会出现扩张 进一步就会出现肾的积水 它只是压迫 寝不寝食 不寝食 不寝食 只是压迫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道题目 60岁的男性 蓝尾切除后 第六天上腹部隐痛 停 蓝尾特别容易化脓 蓝尾一旦化脓之后 出现了上腹部的隐痛 那是不是上腹部会激发了某些脓肿呢 好 我们来看 体温39-5 考虑炎症 右下胸扣痛 呼吸因减弱 腹肌软 长明音谱抗劲 最可能的诊断是 那上面是什么 上面应该是哪一个 小伤根组 痛吐脏臂不符合 盆腔脓出现的是 膀胱刺激症状 直肠刺激症状 不符合 肺部张和肺炎 肺部张会出现呼吸困难 肺炎会出现咳嗽咳黄痰 只有谁啊 C选项 阁下 浓肿 C 下面一道题 判断急性化 浓性腹膜炎 主要的体征 那腹膜炎的体征 三连症 压痛 反跳痛 急 紧张 好 来看 肠病减弱错 频繁呕吐 错 腹痛加重 错 那么从压痛和反跳痛 和腹胀加重 选一个 当然是标准的A选项 腹膜炎体征 压 反 紧 压反紧 下一题 下列哪项 无视诊断急性化 浓性腹膜炎所 必须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腹肌紧张 是 压痛反跳痛 是 再来看 肠病减弱会消失 炎症刺激到肠管 出现肠病减弱会消失 是 腹式呼吸 因为腹肌紧张 变成了一个木板 来回的呼吸活动度减弱 对不对 正确 那么答应该选哪一个 但应该选五一 肝猪瘟界减小和消失 是指的是空腔脏气破裂引起的腹膜炎 那如果实际上脏气 人家本身是肝破裂呢 肝破裂出现的是内出血 对不对 血腥膜炎 会不会出现肝猪瘟界减小和消失 不会出现 所以说他把范围塑窄了 而这道题考的细不细致 很细致 答案无意 好 下道题 解腐最常见的病发症 解腐最常见的形式是哪一行 解腐最常见的形式是年连形 年连容易导致梗阻 容易导致梗阻 四地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道 共用体干的 什么题 案例分析题 一个体干 多个问题 每个问题 多个选项 多个选项 72岁的老年男性 一天前无明显诱因 全腹不适 腹部不适 既然往下来分析 10小时前出现了右下腹痛 右下腹痛 是不是蓝尾炎呢 好 再来看一下 不伴有背痛和肩痛 伴有背痛和肩痛的 要考虑什么 一线炎 那现在不考虑一线炎 全腹压痛以右下腹为助 压痛最明显的部位 应该考虑是病造所在点 所以病造应该在右下腹 像是什么 像是老年人的蓝尾炎 再往下 反跳动和脊筋章不明显 那为什么不明显呢 因为老年人对疼痛不敏感 长迷因消失 说明炎症刺激肠管引起 好 血肠归血像 5.2乘10的九四方 中性分类85% 好 最可能的诊断是 A选项右侧出尿腕结石 出尿腕结石出现 振发性脚痛 向腰背不放散 此题没有腰背肩痛 排除 并且出尿腕结石 可以出现血尿 好 B选项急性肠炎 急性肠炎 多有不解隐识时 出现恶心 呕吐 腹泻 上吐 下泻等表现 排除 阁下浓肿 出现顽固性恶腻 以及随呼吸而来的 阁下疼痛 对不对 有没有 没有排除 好 胸膜炎 胸膜炎一般激发于肺炎 等等 没有排除 长细膜淋巴结炎 多见于小儿 它的疼痛的特点是 压痛 不固定 而且随体位而改变 因为长细膜 我右侧卧位 长细膜在右侧 我左侧卧位 长细膜又会跑到左侧 所以说 长细膜上的淋巴结 随着长细膜的移动而移动 移动而移动 所以它的特点是什么 移动 它会不会出现腹膜炎 不会 多见于儿童 往往激发于上呼吸道感染 排除 那我们来看一下C颗D 急性化动性蓝肺炎 符不符合 右下腹动 符合 出现了反跳动 急紧张 磷漫性腹膜炎 符合 所以正确的答案为 C D 两个选项 下面 为进一步明确诊断 应该行的辅助检查 包括 好 我们考虑是急性蓝肺炎 半发 腹膜炎 要想看炎症 看血肠规 白细胞 以及中性立细胞技术 增高 正确 好 B选项 尿肠规 尿肠规 老师尿肠规 有些学员就问了 老师尿肠规 我认为不应该选 血尿肠规 入院的肠规检查 做不做 做 做 好 胃经 有没有胃可以养啊 胃经不是肠规检查 排除 好 再来看一下B超 B超看 蓝肺是否肿大 是否模糊 是否周围有 急液 有异 背冠肠 背冠肠看的是什么 背冠肠看的是 慢性蓝肺炎 排除 好 心电图 心电图看心律事长 看心脚痛 看心肌梗死 与此题不符 有一些上腹部的疼痛 我们要做心电图 为什么 比如说急性心梗 可以表现为 上腹部的疼痛 上腹部疼痛 而蓝尾炎 我们用不用做心电图 不用 好 急诊场景 不该做 肿瘤不要急 不考虑肿瘤 不该做 所以正确答案为 A B 第三个选项 好 继续来看第三问 目前应该采取的治疗措施是 急性蓝尾炎 一经诊断 应该考虑手术治疗 近视水壁上减压正确 急诊手术治疗正确 低脂流时 那么 A与C选项 不符 要做手术 能不能吃东西 不能排除 好 下面 4D 吸氧 老师它又不是呼吸系统的问题 老年人就是个蓝尾炎 可以不用吸氧 可以不用吸氧 排除 净低抗食素来控制感染 正确 年纪偏大 以保守治疗为主 错 急性蓝尾炎 一经诊断 均应选择手术治疗 与年龄无关 只要身体条件许可 则考虑手术为主 排除 输血 是施血性休克吗 不是 是血容量不足吗 不是 排除 正确的安危 A B E 第四问 追问病史 追问病史 见到这个题 我要给大家说一下 在科姆斯专业实践能力章节 也就是说给大家一个题干 它是第一问 问你该患者 我们进一步要做的检查 有的时候 有些学员在实际的考试过程中 做完这条题 马上去做第二问 第二问 该患者最可能的诊断是 他还去看原来的题干 做这道题 够不够 不够 为什么 有的时候 出题人很变态 悄悄的 在这给你补充了一个病史 补充了一个条件 补充 我们有些学员就爱看这个数字 一问的是什么 二问的是什么 三问的是什么 你千万不要忘记 在每个问题的前面 有可能他又偷偷的加入了一个新的条件 比如说B超 比如说CT是什么 所以这个要注意 这要注意 曾经我们有很多学员反馈过来的 就说我感觉给的条件不够呢 我做不了那道题的选项 你都没有注意人家悄悄加入的补充条件 就像这道题 追问病史 给你来个补充内容 既往有糖尿病 脑梗死 体重近半年下重4公斤 应该考虑 鉴别诊断 包括 老年人体重下降 乏力不能除外什么 不能除外肿瘤啊 好 来看一下 恶性肿瘤 生结癌穿孔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好 危险下急性胆囊炎 胆囊炎 会不会激发于这些表现 不会排除 一线炎 持续性疼痛 暴饮暴食 胆结石的病史 排除 肠细膜 上动脉栓塞 动脉栓塞来得急不急 动脉栓塞来得很急 动脉栓塞来得很急 说老师 动脉栓塞来得很急 症状和体征不典型 可以有症状 体征却很轻 那这道题也有可能啊 再加上一个脑梗 糖尿病的病史 那这部分人群 容不容易 血液出于高瘤状态 长血栓呢 可以 血栓脱落 是不容易症栓塞 肠细膜的动脉呢 可以 所以4D说法是正确的 右侧疏尿管结石 有没有 右侧疏尿管结石 为突发脚痛 你前面这些也没有提到 排除 排除 魏长颜 排除 所以这里面最需要鉴别的 应该是恶性肿瘤 以及与老年人 糖尿病 脑梗 年龄大 有关系的血栓性疾病 净确的还没 A D 由于 看起来 马尹 一 一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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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二 二